佛跳墙是过年餐桌上少不了的一道美味年菜 不过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佛跳墙源自于福州 飘洋过海来到台湾 反而更加的发扬光大 在台北市有一家台菜老店 这店里头的招牌菜就是佛跳墙 这个佛跳墙是从阿公时代就传承下来的 已经飘香了60年 不要说过年了 平常日子就已经是顾客必点的名菜 到了年节期间 这订单更是如雪片般的飞来 让接班的第三代老板及员工 都必须要24小时不休息的赶工制作 结果老板还一度累倒了 甚至被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 来看看这一盅让老板用命拼出来的佛跳墙 到底是如何的美味 它的芋头很绵密 很入口即化 还有一个排骨酥 最主要它的笋汁是新鲜的 而且是脆脆的 它汤汁很有很入味 要成为让顾客 欧楼干一达吉的佛跳墙 除了需要点真功夫之外 还要有各路来头不小的食材好汉 倒撒缸 来自高雄 甲鲜的芋头先上场 表演的这招叫做下油锅 黄袍加深的芋头 让空气里散发着芋头香 不过早就被老板修了蝙蝠 三豆整齐的排骨酥 已经在旁边拉筋准备 要用酥酥脆脆 以及香气四溢这两招 逼得你流口水 还有这些来自南非的新鲜小鲍鱼 先洗个冷水澡 再来个姜葱SPA 白烟鸟鸟 小鲍鱼顿时 勒Q勒Q 功力大增 各路好汉准备好了 就要进入这大钟礼 闭关修炼后 蓄势待发 超级佛跳墙 名不虚传 不只是制作的过程很搞刚 食材更是多到了数不清 让我一口气全部告诉你 鲍鱼笋片 芋头栗子 红枣花菇 鱼赤鱼角 鸟蛋 熟苍猪毒 海生猪脚 金箍 还有蒜头酥 没听懂吗 没关系啦 我吃给你看 在我前面这一宗 拥有60年历史的佛跳墙 其实是源自于台北北投地区的九家菜 九家菜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要很澎湃 所以你看到这一宗里面有十几样的材料 不过呢 其中最让我期待的 就是这一块来自甲鲜的芋头 我们刚才看到老板呢 光是这一块芋头就反复炸了好多次 所以呢 它的香味已经是扑鼻而来 我也忍不住要咬一口了 为什么要用甲鲜的芋头呢 因为老板说就是这样子 你才能够真的吃得到芋头的香 而且还有它的这个松 在里头 再配上这个汤头 嗯 这是鸡汤再加上大骨汤 一起熬的这个汤头 果然难怪是要佛跳墙了 真的是非常的爽口好吃 它的东西很多 就像炸汉的芋头 入口即化超好吃的 这个笋的笋干又脆又甜 里面的料非常非常的新鲜 整锅就是料多未必 汤头又很鲜甜 佛跳墙其实源自于福州 但是这一宗却是出自在这一家 坐落于台北市天母山脚下的尊谷台菜 能够飘香超过60年 要追溯到从日剧时代 就是日式料亭老板达工 传到了草创这一家台菜餐厅的父亲手里 现在则是由身为家族长子的陈伯璇来接手 走进陈老板的厨房 很像上了一艘训练有素的军舰 黑衣舰长发号施令在旁监督 大家各司其职 端除美味之外 厨房里还用颜色掌控卫生与效率 例如蓝色砧板用来切生菜生肉 而白色砧板则是切熟食 就连不同用途的抹布也要分颜色 我们做餐饮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卫生 再来就是我们的效率 就很多的厨师其实到我餐厅厨房他会不习惯 因为他会觉得你这老板实在太龟毛 再加上我自己又在厨房做菜 所以他们无形中压力会很大 和很多接班的餐厅第二代不一样 陈老板不做柜台 而是坚持自己下厨房 他不是学餐饮出身 但是在老爸的耳濡目染之下喜欢做菜 这里的丘拉彩都是他的手艺不说 每年过年前的年菜定够忘记 这个厨房就成了一群工作狂的大本营 我常常讲说我们做餐饮业的要么就是疯子 我就是疯子之一 因为我要自己做起来 比如说忙可能在做年菜的时候 我以前在做年菜的时候 最光记录我的员工跟我都是在拿年菜的前一天 我们是24小时不睡觉 24小时不睡觉的下场就是升起发出抗议警讯 这个时间点是在几年前的一个过年前戏 为了亲手完成这好几百宗佛跳墙的订购 日夜加班后来过度劳累进了医院 当下医院立刻对他发出了血癌病危通知 你那时候被发了病危 你还有珍惜这东西吗 对啊 其实那时候那医生他其实很好心 他跟我讲说叫我马上要做这个骨髓移植 可是我脑中想的时候我是 我问他第一句话之后他就傻眼了 因为我问他第一句话说 那可不可以先让我出去把年菜要交代的事情 先交代完我再进来 所以那医生当场就傻眼了 他就说你真是不要命了 我这么替你紧张 你现在在外面如果随便跌倒受伤的话 你内出血就已经就挂了 还好后来骨髓移植很顺利 陈伯玄形容自己是傻人有傻福 也因此到现在大家还可以打趣地形容这一种可是老板用命拼出来的佛跳墙 我太太那时候就是也是哭了西瓜啦 但是他也知道我个性啦 就是我做事就是跟疯子一样 我做事 我常常讲说做事业如果只是为了赚钱不辛苦 可是我做事业不是只为了赚钱 那就很辛苦 不把经营餐厅当成工作赚钱 而是当成事业来拼 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期许 也是对父亲交棒给他的一个承诺 我不希望我的东西 尤其是我父亲交到我手上的东西 起码在我走之前 我必须是好的 然后甚至可能是如果心里一点 我们可以做得比他更好 那当然是最好 但至少我不能够让他毁在我的手上 有了这样的信念 把这口当成是吃饱 日出越落 难怪这块金字招牌可以越擦越亮